中美元首会晤将于15号在旧金山举行 那么美国方面有哪些期望 而今天相关话题 我们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庞哲 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交点 同时我们也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稍后将会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庞哲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在美国方面 中美元首将于15号在旧金山举行会晤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13号表示 拜登政府期待此次会晤取得具体的成果 而在中美利益重合的领域能够扩大合作 同时能够有效管理中美竞争 包括重启中美军事高层对话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13号 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时表示 期待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 能够取得具体成果 我们也要看出特别的结果 从这设计上的设计上 我们相信我们有些地方 我们相信有些地方 我们有些地方 我们所在意味着 我们所在意味着 的对方式 我们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我们可以更加上达干 比较更加上达 在重新军人的 中美国人的 中美国人的 沙利文指出 在近期的中美接觸中 中方就重啟中美軍事對話 展現出了積極態度 而一直以來 美國都準備好了重啟對話 台灣問題也將是此次兩國元首對話的焦點議題 但沙利文並未透露具體細節 只表示 拜登將會提出一個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願景 而白宮高級官員此前表示 拜登將會強調美國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美國也不支持台獨 鳳凰卫視 王冰如 王天逸 白宮報導